我们约定好了 过完节就去我那里 但是由于国庆节票难买 我就没有给他订下票 突然有一天早上六点钟 我看到有票了 我就给他买了 因为他走得充满了 他的东西都准备不足 他一累了 他就生气 然后去广州火车站接他的时候 他就不舒服 为什么不高兴 我到了广州高铁站 他就结个图 哎呀 他哪个哪个哪个号啊 哪个哪个什么出口啊 要我去找他 我生来乍大 我怎么找到你啊 作为一个成熟的男人 作为一个做丈夫的 应该是你来找我 对吧 那一下我就生气了 他就打我电话 发我微信 我也没接他的 他还没有到高铁站之间 我提前到了 查了他是哪个站台下车 我说我在哪个站台等你 我说你去来 不要走动 去来的时候呢 他就跟你跟着人流走 就不知道去哪里呢 我就明白 没办法 我就等着在一个地方 死守住他 好 他接到我他的住室 他就说 那我们就下碗面条嘛 我说我的是兴奋夫妇 兴奋妻子 我别说一个浪漫的烛光晚餐 这起码的 你也要为我做一道 我喜欢吃的菜也好 他说下碗面条给我吃 那我当时就不接受 我说我不吃 你有没有说 你说吃完面条太简单了 我们去吃顿好的 四十多岁的人不是二十岁左右 对不对 应该不需要你教他是这意思是吧 对 后来呢 我们在外面还是吃的饭 就点了一个双菜鱼而已 那怎么不愉快也没有消失 并不是一定要吃面条 我有那么傻吗 我说我印象 是吃面条 还是在外面吃 以三年的口吻 你怎么不先把 我们出去吃放在前面呢 因为我们吃饭还有吃 我要去买东西 一点东西都没有装 我不敢买东西 他要求很高的 我怕买的不好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 好像要伺候我公主的这种感觉呢 女王 你怎么带着这种心态 女王 一开始就是抱着这种心态 为什么我紧张呢 因为我伺候的是女王 其实是一个的月 他知道我就会要去他那里 你为什么没有好好准备 对吧 这是第一 第二去的话 他买东西到超市 二就是买了个枕头而已 其实床上也没被子 也没什么 他也没畏惧 你还有什么东西不足 你就自己挑呗 虽然我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 我的心里还是个小女王的心态 少女方的心态 我还是需要别人好像 哎呀你看你还选什么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什么都没说 哪怕就是说跟他逛商场啊什么的 我也一直不愉悦 他的标准很高 我不敢自动性 并不是我买不起 我没说这个团单一定要买一千两千啊 我没给你提这个条件啊 这个东西你还要我来出钱 给你买 不是说我在乎这个钱 我是在乎一个爱你的人 为我舍得花钱 这也是我的不足 没有关注到他的情绪 没有关注到他的心里 我没关注到他 我没关注到他